说起上海传统点心呢 一定会想到菜场里的枪饼 其他城市可能比较少见 这两年上海专门卖枪饼的摊位已经不多了 取而代之呢 是薄薄的千层饼 两种外形相似呢 做法不同 枪饼的内部层次多 口感会更有嚼劲 我们三个人达卡买了他们家的枪饼 烤模还有 这个花是甜的吗 我们想要那个模 这个 那个模 这个什么 青棵烤模来一个 我这啥饼来这个 牛舌饼 李箱子哈框吗 嗯 新月边有 模 这个葱 葱饼 蝴蝶酥 我拿一块 这有点咸 我说正好适配我们这个 枪饼刚出炉的时候呢 就葱香四季的一样 成了一种 但是葱好多啊 他们家给的葱真的太多了 爱吃葱和不爱吃葱都沉默了 这葱 真的很多 但是是一片就是极限的 不能吃第二片 对都是葱 这个枪饼跟门字西路菜场是同一家 哦 门字西路是门字路吧 门字那个菜场就很火的那个菜场是同一家 我不喜欢吃葱 我就觉得他们家商品还是可以的 蛮好吃的 如果不想特地跑一趟 他们家还有外卖 点外卖的话 记得薄这个薄的羊毛 每天可以领取大鹅 红包含的免费吃霸王餐 但不是每个城市都有 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城市有没有 他们家呢就是我觉得除了吃到后面有点油腻啊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域点 这是那个什么厅客萌萌 小的特别像是大号的那个墨烤 这个小的还有 那里面有没有那个 馅儿 这么大一个萌萌 尝尝看 所以一下楼梯车挡过 它有点甜的 它蛮大的一个 吃人还挺好吃的 好不好 接着我们讲的一般总结一下 就是推荐买他们家的 昌米骨烤螺以外的 挺有其用 谢谢我们 很要吃 拜拜 拜拜